你好,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儿聊天讲故事 这感冒啊,它还没有痊愈 所以说呢,这诗啊,它还是不好听 您呢,还得多担待着 得嘞呢,咱们就闲言少叙 勾开正文,继续聊这个大小合卓之乱 咱们上完书啊,就已经聊到了 这个大小合卓呀,实际上从小就被囚禁在北疆 被当作了人质 也正是因为这个多年的囚徒生涯 所以说导致这哥俩呀,他过得很谨慎 并且呢,这兄弟二人之间的感情啊 还是比较深的 这小合卓货站呢,他们得知 他的大哥波罗尼都要和这个霍吉斯一起啊 到北京去面见乾隆皇帝 这会儿,他就开始担忧了 他又想起了这二人呢,被身困伊犁的岁月 他认为啊,这是乾隆皇帝的计策 哎,和这个准个二人呢,也没有什么上下 无非是拿住了政治对手的亲人之后 好作为要挟 所以说啊,他就一个劲的劝他的哥哥波罗尼都 可不能轻易的就这么着到北京去见乾隆皇帝 如果一到北京啊,那就是洋入湖口 咔嚓,就被困在北京了 实际上呢,他有两个地方啊,是完全算计错了 这就是因为啊,多年的牢狱生涯导致这家伙 他眼皮子太浅了 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和政治见识 首先说啊,要是当人质的话 那得是什么人才配做人质呢 哎,那最好得是儿子 那再好不过的呢,那就得是敌处的儿子 那更再好不过的呢,那应该是敌处的独养儿子 这种人质才叫有分量呢 你这个兄弟啊,简直就是政治对手 哎,在这个政治继承上啊 这兄弟啊,那简直的就是多一个添乱 少一个正好 天底下呀,我就没听说过 把这个政治对手的兄弟 扣为人质来要挟对方 还别说是兄弟了 我跟您说啊,亲爹亲媳妇都不行 我说这事啊,您还真别娇冷 您说这古今中外是富夺权的人有多少 哎,把自个的爸爸杀了 他来登上王位 这种事在历史长河中是屡见不宣的 哎,这些政治人物至于媳妇嘛 离开一两天的呢 那惹定是想 时间长了 只要是大权在手 那美人 咱们在这儿啊,不贬低女性 但是呢,有权利的人呢 要想得到美女 那不是一件难事 哎,这是其一 那么其二呢 这其二啊,他们是不知道 这些在北京城居住的这个外藩王宫啊 虽然呢,被视为人质 但是呢,小日子 过得一个个也美着呢 我就跟您说吧 咱们就给您举个小例子 咱们先剧透一下 就是那个逮住了达瓦齐的霍提斯 虽然对于这个清征准然尔啊 是立了大功一件 但是后来啊,得罪了乾隆皇帝 被扣在了北京 那日子过得别提多美了 城里的房子乡下的地 政府啊,给发着工资 还有奖金 一遇到有什么外事活动的时候 乾隆还让他要盛装出席 您瞧,这不是应了那句话了吗 猪不借吊肝烧,得吃得喝呀 您啊,还别说他了 就是被他逮住那个 准干儿韩国的末代大韩达瓦齐 到了北京之后啊 也没受到委屈 最后我竟然还是绝封亲王 这乾隆皇帝啊 竟然还把自己的一位侄女 嫁给了达瓦齐 有的文献上说呀 是康熙年废太子应仁的孙女 有的文献上说呀 您比如笑亭杂禄说 不是,是这个康熙年成亲王应旨的孙女 他爱是谁的孙女 是谁的孙女啊 不关键 总之我要说的是啊 这些被扣在北京所谓的人质啊 实际上的生活都不错 那这抛开自由不说呀 那京都繁华之地 且别那个大漠孤烟呢 要强一些个不是 可正在这两个人着急的时候啊 圣旨来了 说不用进京面圣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南疆啊 已经乱的不行了 因为就在这档口啊 驻扎在伊犁的 定边大将军班地 收到了一封信 一封啊来自南疆的信 那么这信是谁写的呢 这封信呢 是南疆的一位博客写的 是一位城主博客 是阿克苏城的阿奇木博客 阿布都瓦哈普写来的 这个名字呀 您一定听着耳声 不过他弟弟呀 您肯定耳熟 谁呀 就是那个对着达瓦奇的 霍吉斯 乌石城的阿奇木博客 这信上边啊 写的很破解 信上啊 直接了当的就是说 金文伊尔强 喀什嘎尔将域兴兵 而阿克苏勿势一带 兵力少 若难以抵抵 求卓亮派兵 并将我旧博客 何卓木 一并遣来援救 这封信呢 字不多 信息量可是不少 我呀得挨着缝的 给您解释解释 自从这准个二韩国的大韩 认为这个南疆的白山派呀 是不安定分子 于是就把他们的教主 大韩何卓们啊 扣在伊犁 作为了人质 那这黑山派自然呢 就在南疆当权 当然这准个二韩国呀 他绝对不会看着 这黑山派在南疆一直独大 于是他就扶持自己的力量 任命了很多的博客 这些个博客呀 他都是这个准个二韩国的 大韩任命的 哎当然了 自乾隆年以后啊 这就为清政府任命了 这博客小啊 小到什么程度呢 哎管这个集市水务 街道村庄都有博客 那大大到什么程度呢 阿奇木伯克 一城之主啊 你看这个霍吉斯 还有他的哥哥阿卜都 瓦哈普 这都是啊 一城之主 阿奇木伯克 那他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霍吉斯一家呢 这霍吉斯他们家呀 是这个南疆的旺族 是新贵 这霍吉斯他们家呀 还有一个更有利的这个身份优势 这个家族他既不是宗教领袖 他也不是黑山派 他却是白山派的信徒 所以说准个二韩国的大韩呢 他们就认为哎 这样来分散南疆的势力啊 哎是对他们的统治有利的 到这个末代大韩达瓦奇时期 这个家族广是城主伯克 就被封了七个 按现在地图说呀 他们的这个城啊 主要分布在南疆的北侧 天山山脉的脚下塔利木盆地的北边 那黑山派这些人控制的城市呢 主要是在这个昆仑山脉一线 塔利木盆地的南沿上 这叫门啊 就是这样 平时还总掐呢 哎 这不是一派呀 这仗折定是更没少打 所以说这南疆的局势啊 一直就不是很安定 咱们前面用三四天的时间 讲御速府合着 那为什么要讲他呢 这件事啊 就是因御速府而起 这会儿的黑山派御速府合着呀 看出便宜来了 他觉得呀 应该呀 趁这个准干儿韩国倒台之际 干脆就统一南疆 你什么准干儿人呢 什么大清帝国呀 干脆我们就这个摆脱 所有卡非人的统治 成立我们自己的伊斯兰帝国 于是呢 就屯兵蠢蠢欲动 这么一来的 有人害怕了 谁先害怕了 就是这个阿奇布伯克阿布都瓦哈普 这御速府啊 在这喀什噶尔集合部队 他觉得离他阿克苏城啊 太近了 如果这御速府一旦起兵 统一南疆啊 那第一个先吃掉的 就是他的阿克苏城 这会儿啊 想找人帮忙都没有 和自己成计较知识的乌石 那儿的城主啊 是自己的兄弟霍吉斯 哎 这会儿啊 他可是也没在乌石 他正屁颠屁颠的 美巴子的 在伊犁等着呀 上北京去见皇上去呢 就是因为这些呀 他的急急忙忙的 给班弟写了这封信 最后还不忘告诉班弟 您哪 得让我兄弟霍吉斯 回来帮着我 这就是他信里提到的 我旧伯克 光是让他回来不行 我们听说呀 这个白神派的教宗 大合卓 波罗尼都 也在您的大营里 您让我们这个教主 也赶紧一块回来 好 更好能安抚百姓 班弟一看这封信 他哪敢做主啊 于是 还是老方法 巴贝利秦吉 也停记到中央 乾隆皇帝 看完信之后 觉得这事啊 如果是比起这个 朝进来呀 还是这件事重要 那就先让他们俩 干这件事去吧 咱们是要人给人 要钱给钱 那有人说 这会儿这乾隆皇帝 怎么这么大方啊 哎 这会儿的乾隆皇帝 实际上 针对南疆 这片土地 已经开始反思了 那开始 皇上是怎么想的呢 开始 这乾隆皇帝认为 你这南疆 回步啊 无非是 依附于这 北疆准部 准戈尔韩国的 一个附属国 到了这个 侧望阿拉布坦的时代呀 哎 您连附属国都算不上 那完全被准戈尔韩国 给吞并了 那么既然要是 这样的话 那我大军灭了准戈尔韩国以后 你这南疆回步 那自然就是我大清的国土 哎 在那块这个土地上 生活的这些维吾尔人呢 以及其他少数民族 哎 都是穆斯林 都是一些老实的百姓 也就是啊 跟汉人一样 只知道耕田 种地 放牧生意呢 养家肥脊而已 不像啊 这北疆的那些准戈尔人呢 狡猾奸诈啊 很难寻服 那随着这一方方 停机奏报啊 从这个新疆 往这个北京城停机 这乾隆皇帝 逐渐就发现 说呦 这个南疆回步 怎么这么乱呢 信一教啊 就信一教吧 怎么还分这个白山 黑山两派呀 小小的一个南疆啊 绝大面积都是沙漠 哎 只有一小点绿洲啊 有那么七八座城池 据说这城与城之间互相都不是一个心思 看来呀 得把他们呀 这个政权啊 统一统一 然后一并收服 可是这会儿啊 敢巧了 这白山派呀 宗教领袖和实力派都在自己的手中 实力派是谁呀 实力派就指是霍吉斯家族 宗教领袖那不用说了 大小合拙呗 这大小合拙呀 是自己的八级军 在准戈尔韩国的手中解救出来的 要不是八级军解救啊 你们不是在这个苦寒之地放牧 就是在暗无天日的大牢里关着 那我对于他们俩人来说 那简直就是大救星 那这霍吉斯更不用说了 把达瓦齐逮着都给我送来了 那简直就是义士啊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就起了扶持这白山派的心 才传了这么一道圣旨 这圣旨上写的清楚 命侍卫吞泰领清兵四百 外加一千名新归顺的准戈尔布士兵 保护着大合拙 波罗尼都就来到了巫师 打出的旗号啊 就是招服 这是说的好听的 实际上啊 就是告诉各城的城主之道 你们赶快归顺我大清 如若不然大军杀到是鸡犬不宁啊 可是啊 让这个领军将军托伦带万万没想到的是啊 还没过多久 自己啊 就被波罗尼都软禁了 这大小合拙才要一次反清